那我们开始 谢谢大家来听我们这个 然后 我先介绍一下吧 我是来自320的 然后旭征是华云的 我们都是我开诺的ProWorld 然后由我先来介绍一下 320的状况 然后旭征会再介绍一下社区的一些动态 那我先从 我先讲一下这个 就是关于我开诺的议题有很多嘛 这个KubiCon 这次KubiCon大概有四个议题 那么大家可能也听过一些 大家可能也听过一些其他的 站在开发者站在社区角度讲的一些 那么我就站在一个中端用户这么一个角度 去讲一下 我开诺解决了我们什么问题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价值 我会从这四个方面来讲一下 分别是行业的背景 然后我们公司的现状 然后我这个存在的问题和 我们如何通过我开诺 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行业的背景就是 从2023年开始 这个大模型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了 然后使用这个K8S 作为大模型基础测试的 也变得越来越多 那么K8S对于大模型的支持 也是越来越好了 左边我举了三个例子 一个是Google的这个大模型的关键词的搜索趋势 可以看到从23年开始有个明显显著的增加 而中间这个是OpenAI的博客这个文章 那么它在2018年的时候有2500个K8S节点 到2021年的时候它已经有7500个了 现在是2024年 它已经不再继续公布它的进行规模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大致猜一下 它现在规模对比2021年来说 肯定也是翻了几倍的 那么最下面这个就是 大模型与K8S组合的这么一个关键词 它在Google上大概有270万个搜索结果 可以说大模型跟这个K8S已经密布可分了 大模型的开发训练推理 基本上都是在K8S上来做的 那么我们现在的现状是 我们大概有3000多个来自不同部门的用户 然后这些用户每个月会提交 大概6000家个作业 我们大概有10个集群 1000多个节点 我们的任务类型也比较复杂 几乎所有跟AI相关的开发训练推理 无论是最开始传统的那种 文字生成文字的大模型 还是文生图的到现在的文生视频的这种大模型 基本都是运行在我们的集群上 然后我们的用户对于功能的需求 它也是多样性的 它对于资源的需求也是多样性的 我们这个平台承接了比如CPU内存 然后英伟达的卡 升腾的卡 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一些其他国产的这种计算卡 这些复杂性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 那么我们在这个使用开发过程中 遇到了大概这三方面的问题 一个就是故障 第二个是效率 第三个是异用性 我会分别来说一下 首先是故障 这个故障我就简单列举了一些 当然这些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但是它就已经看着比较头大了 就是比如训练过程中 它会是不是掉卡 然后可能会有一丝丝的错误 然后显卡的故障 网卡的故障 甚至一些电源相关的散热相关的 就是各种钢的错误 种类非常多 数量也非常多 那么下面这个是最新的拉马三的论文 它在里面就说到了 它有一个 它在一个54天的训练任务中 它有了466次的这个作业的中断 其中419次都是非预期的中断 那么在这些中断中 有78%都是由硬件造成的 所以说这个故障 其实是个很影响效率很严重 但是又没有办法避免的是 就连Meta它也遭遇了这么多的故障 那么第二是效率 效率我们梳理出来 大概是有这三方面 就是在整个作业周期当中 首先在作业提交的时候 因为比如我们的训练任务 它的Po的数量都是非常多的 那么它在创建的时候 就会给APS-Aware,ETCD,调度器都带来很大的压力 那么它在启动的时候 因为训练任务或者是说推理任务 它的镜像其实都比较大 可能都几个G,上百个G这种 它在拉取镜像的时候 解压镜像的时候 泡的启动的时候 然后都会有很多效率的问题 那么在运行 作业运行的过程中 它是我们主要关注的 在训练的过程中 我们比如就要努力提升MFU 这个TFLOPS 然后提升每天的TOKES的处理数量 然后在推理过程中 也要关注手子延迟 然后土字间隔 吞吐量这种 那么在开发的过程中 我们的用户希望 它可以快速地启停一个环境 然后快速地可以把它的开发成果 运行起来验证出来 那么在作业清理的时候 也会有些样的问题 因为在K8S这个场景来说 清理的时候 它要清理CDI相关的 CSI相关的 然后等等等等 它清理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这个也会影响一些效率 那么在异用性上 我相信在做K8S的 其实很多都是做平台的 做平台的时候 总会被用户吐槽 就是你这个平台 这块不好用 那块不好用 那么我们也是解决了很多 用户提出的 关于异用性的问题 那么下面我就具体介绍一下如何解决 刚才我提到的问题非常多 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篇幅的限制 我就会挑一些问题来说明 然后如果各位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们可以下面再继续讨论 首先我介绍一下 我开Node吧 因为防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我开Node这个项目 其实这个项目已经是比较早的一个 它是由我那个豪远开源 然后目前是CNCF一个孵化的项目 它是 它会 它建立了一种新的资源 然后弥补了原生K8S的不足 然后它在开发初期 它就支持对立 然后支持一个作业内 多个Task 它更好地支持了这个P数据作业 那么它也支持多种计算资源 就是无论你的device plugin上报了什么 它都可以用来调度 当然上报的这个资源 是要符合这个规范的 那么它通过这种资源的抽象 它也支持多种训练框架 比如TensorFlow PyTouch 然后飞降 然后包括基于这个PyTouch 现在比较火的Megatron Deep Speed 其实我们都用我开Node去调度 然后运行的也非常好 然后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开Node它支持多种调度策略 而且这个调度策略 它是用这种插件的形式 去集成到这个调度器当中的 那么它是可拔插的 而且是多种调度策略 可以互相配合着起作用的 那么我开Node现在 这是我前几天截的图 它大概有4000个Star 有5000多个Commit 也是一个正在茁壮发展的 这么一个项目 那么刚才说 那个故障效率跟异用性三方面 我先从异用性来介绍吧 然后我介绍完应用性 大概对我开Node的一些详细的状况 也会有个大致的介绍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开Node的VC Job 这个是我开Node自定义的一个CRD 那么这个CRD它主要解决的就是 KPAS原生资源 它对于任务支持的一些不足 那么我开Node这个VC Job 它的设计 就像我左边画的一个图一样 一个VC Job它包含多个Task 然后一个Task可以包含多个POD 它一个Task在我理解就是一个角色 那么对于分布训练任务 就有不同的角色 它有Master有Worker 那么通过VC Job这种资源 那就可以让我们更好的支持 各种的这个训练框架 那么与VC Job配合的 这个VC Job它还支持插件 比如我右边列的这些 SSH插件 它就可以直接让这个POD之间 有这个SSH的免密 然后ENV插件就会为每个POD 创建一些它需要的环境变量 比如它的Rank号啊等等 那么SVC插件就是为这个VC Job 创建Service 创建Network Policy这种 然后此外还有一些 更加提升应用性的 比如我们为这个训练框架 创建了它的自己的这个插件 比如PyTouch MPI TensorFlow 会根据这个训练框架的特性 然后去为它进行一些设定 那么第二个是Job Flow 这个Job Flow是基于刚才的 那个VC Job来做的 它是一种VC Job的 这个作业流的编排 之前我们可能是用Argo Workflow来做的 但是Argo Workflow它比较重 然后它对状态的感知可能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在我开脑做了一个轻量级的 这么一个Argo Workflow的替代 我们目前支持的是 比如A运行完了 然后运行C 那么我们正在做的是一些条件的判断 比如C它成功与否决定了运行E还是F 那么比如下面这个D任务运行之后 我们可以判断它是否生成了什么文件 然后去运行GHI这些任务 而且我们可以有任务运行多次的这种 那么下面就是我看到另外两个自定义资源 一个是对列 另一个是Port Group 对列是我看到天生在开发初期就有的这么 就考虑到的这么一个资源 那么作业进入到对列之后 然后出对之后 它会被真实的调度 我看到目前支持这个多对列 然后支持对列内的任务的抢占 支持对列兼资源的抢占 然后而且我们也支持这个对列配额 支持按权重去划分对列的资源 而且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层级对列 那么Port Group它是一种 类似于中间态的这种一种资源 就是通过Port Group 我看到会把这个VC Job 然后包括KBS原生的一些CivilSet Deployment这些资源 转向Port Group去调度 这样就可以让我看到 它不仅支持自己的这个VC Job 也无缝衔接了我们原有的这种 DeploymentCivilSet这种资源 那么在异用性上 我还想介绍一下它的调度策略 我看到的调度策略也是它的一大亮点 我挑一个调度策略中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杠的调度策略 假设我们集群现在有五个单位的空闲资源 那么我们有两个任务 任务A和任务B 任务A它也是五个单位的资源 然后任务B是三个单位资源 如果在KPS原生的调度场景下 用它原生的调度器的话 那么很可能是左边这种情况 任务A调度了三个 然后任务B调度了两个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任务A和任务B都是不能够正常运行的 在这种分布式训练任务当中 即使你少一个Port 它都不能正常运行 那么请用了杠调度策略之后 就会像右边一样 它可以保证有一个任务 它可以正常地运行 那么关于应用性的介绍 就是这些 下面介绍一下 关于故障处理和检测修复的 就在长期的实践中 我们觉得软件故障都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我们只能去尝试 更加智能地去检测 更加智能地去修复 我们现在的流程大概是如图所示 就是我们会定期运行一个 故障检测的这么一个工具 它是以这个Demset部署在每个节点的 它会检测各种故障 比如调卡 ECC P2P错误 NVlink的错误 那么这个 它检测这些故障都是根据一些错误特征去检测的 这些特征是我们在日常的使用中 总结出来的规律吧 那么当它发现故障的时候 它会判断这个故障是否可修复的 如果可修复的 它就会执行这个修复程序 那么这个Case就过了 它就会继续去进行检测的这个流程 那么如果这个故障是不可修复的 它会检测这个故障的级别 如果级别比较低的话 直接输出日可以了 那么如果是中级别的 我们可能就是要拉黑这个节点 让下面的任务不再能继续运行上来 然后当这个节点空闲的时候 交给这个运位人员 让他去处理去排错等等 那么如果故障级别比较高的 我们就会中断任务 或者是因为这个故障级别比较高 可能用户的任务它已经中断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通知用户 然后也是同样拉黑这个节点 然后就会通知运位人员 去给他处理掉 那么这个流程其实它比较简单 而且它也是个 在做这个自动检测 自动修复的时候 可能都会想到的这么一个流程 但是我们将我开脑 与这个故障处理流程相结合 我开脑中它支持两个功能 一个是左边这个 它支持任务的自动重视 并且可以设置这个重视的次数 右下角这个是任务的策略 它支持配置事件和动作 就是通过事件去触发动作 比如我一个Pose失败了 我是否结束整个任务 一个Pose失败了 我是重启整个任务嘛 那么我们结合这个 我开脑这两个功能 加上刚才说的 这个故障处理策略 我们实现了就是 右边这种场景 就是当我们一个任务 正常运行的时候 突然它有一个节点故障了 那检测到之后 会把这个节点就拉黑掉 然后通过我开脑的自动重视 这个整个任务会被重新调度 那么就会调度到 空闲的这些正常的节点上 那么结合一些分布式训练框架 比如PiTouch 或者是MicroTron这种 TriplePoint的技术 其实这个流程 对于用户也是无感知的 它可能只是回退了一点 它的训练的进程 那么在效率提升上 我想主要介绍两点 就是一个是它的抢战 另一个是它的调度 另一些调度策略 那么抢战也是我看到的 一个比较有特色的 这么一个功能吧 它支持同一个队列内的抢战 而且如果一个队列资源不足 这个队列还可以再抢其他队列 然后其他队列还可以回收资源 就是这个功能指示是比较多的 但是今天就不详细讲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我们私下再继续沟通 那么对于一个通用的抢战场景 就是说 我有一些低级级任务在运行 那么我高级级任务来了之后 它会把低级级任务给驱逐掉 然后高级级任务运行 当资源空险的时候 低级级的任务还能回来 就是个比较通的这么一个流程 那么右边这个任务特朴 这个调度策略呢 就是也是如图所示 在分布式训练过程中 如果我们跨节点的话 那么跨节点通信 它的代价是比较高的 无论是带宽还是延迟 都是不太令我们满意的 那我们用了Task这个 拓调度的话 它会尽量地把这些 调度在同一个节点内 节点间的 无论是PCIe或者是NVlink的通信 都会比 节点内无论是PCIe或者是NVlink的通信 都会比节点间的要好很多 那么最后我想介绍一下 这个启动和清理的时候 关于一些效率提升方面 这个也是个 我觉得是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 而且在这几天 酷皮抗的时候 我也跟其他的社区中的人沟通过 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 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那在这里我提出两个解决方案吧 但是这两个方案都是各有利弊的 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尝试的一种 就是说 我先简单介绍的场景 就是假设我们有一个 128节点的这么一个任务 当这个任务运行完成 结束之后 Copulate去释放资源 它是每个界点在干自己的事 所以就有可能 它已经释放出来50个资源 然后50个节点又没有释放出来 这个时候很有可能 这种小的 但是低优先级的任务 它运行上去 然后高优先级的任务 就一直被阻塞掉 因为在这个调度周期的过程当中 小的低优先级的任务 它已经是资源已经满足的 高的任务它是不满足的 所以就是先调度低优的 那么长此以往 就是它在这个过程中 优先级这个东西 其实它是失效了的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尝试的是 给优先级加了一个等待的时间 就是说你的优先级越低 你可能等待的时间就越长 就像右边这样图一样 就是说如果有个正常运行的任务 然后当这个任务结束掉之后 那在释放资源的时候 它有两个节点释放出来了 这时候低优先级的任务 它已经能正常调度了 但是我们会强制让它等一会儿 等个多少秒 这个秒就是让K8S其他节点 再清理资源的 那么这个时间的设置 就是需要在长时间的实践中 不断去摸索出来的 这个也是个比较难设置到 一个正确的时间点 然后等待之后 我们期望的场景是 经过多少秒的等待 它所有节点资源都已经释放出来了 那么正好可以满足高级级的任务去运行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期望的场景 第二种是我开脑社区中 其他人提出来的 就是说我开脑它有一个 预战的这么一个功能 就是所谓的pipeline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当我有两个节点的资源 释放出来之后 高级级的任务可以预占 把这个节点预占掉 它并没有pode去真实的调度上 但是它在调度器中 已经把这个节点资源占上了 那么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设我这五个节点 有一个节点故障了 你的任务就是调度不上去 那么四个节点也是空险着 所以这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那么针对于这种方式的话 就需要设置一个超时时间 那么这个超时时间怎么设置呢 就是又回到了刚才设置 这个描述的问题 所以说这两种方案 其实都有它的好处 也有它的不好的地方吧 但是我们也都在尝试 看这两种方案哪种更加适合 后面结果也会同步到社区当中 那么我针对于我们场景 想讲的就是这些 接下来请这个旭征 来讲一下社区中的一些动态 OK 刚才李琴讲了很多 就是大漫型传讲家的一个 一些优化的手段 其实大漫型传讲家还存在 就是其他很多可以优化的方向 那然后就我介绍一下 我Candle在这个方向的一些 深入一个探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一个场景 就是一个公司内 它是分这种不同的部门的 然后不同部门的话 它使用的可能是一个共享资源池 然后这个不同部门的话 关联的可能是不同的对列 然后这个对列的话 可能呈现的是一个层级的一个结构 然后这个资源池内的话 它可能包含不同型号的一个GPU 比如说这个A100 V100还有A7100等等 然后在这个背景下的话 可能就用户会有一些需求 比如说它希望对列 有一个配额的一个限制 然后这个配额的话 也可能要足够的一个弹性 然后来提升一个资源的利用率 同时呢就是我不同部门下面这个业务 可能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它需要使用的GPU型号也是不一样的 最后呢就是说我对列 有可能我想就是预留一部分资源 我不想把这部分资源进行一个接触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 Candle分别针对这几个场景是怎么做的 第一个case说的就是配格的一个问题 然后假如说没有配格的话 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资源的竞争 然后它就没有办法保证一个公平性 然后还有一个分配效率 这样的话你的业务稳定性 其实是没有办法保障的 然后Candle做的几个方案 就是说它在对列上面支持设置一个cobility 它可以约束一个对列的一个资源使用的一个上限 而且它是支持不同的资源维度的 比如说你的CPU的限制 还有Mirror的限制等等 然后在调度的时候它就会判断 首先有一个入对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它首先判断这个集群资源是不是充足的 那如果说集群资源就已经不满足的话 那我叫不就相当于直接就喷顶 如果说集群的资源满足的话 那它会再判断对列的资源是不满足 同样如果说对列资源不满足的话 同样也会喷顶 然后它资源充足的时候 才会进行一个调度跟一个分配 然后第二case就是一个弹性配格的一个限制 刚才讲这个配格 它其实是一种硬的约束 就是说即使我集群里有其他空前的资源 我当前的对列假如说达到了它配格的一个上限 它其实也用不了那些空前资源 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资源利用率是比较低的 那为了解决这种资源利用率比较低的问题 我看到提出了一个弹性配格的一个机制 就是说它允许对列设置一个权重 然后来根据权重来划分集群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比例 比如说我招有两个对列 一个Q1 Q2 然后Q1的权重的话是2 Q1的权重的话是1 sorry Q1的权重2 然后Q2的权重是1 那这样的话 Q1就能使用集群内三分之二的一个资源 然后Q2就能使用集群内三分之一的一个资源 假如说我这个Q2现在空闲的 那Q1它就能使用集群内的全部的一个资源 然后假如说我Q2这个时候有提交了一部分作业 那这个时候就会触发一个抢战 就是说Q2会把 就是它三分之一那个资源抢战回来 然后达到的效果就是说 我Q1最终用了三分之二的资源 然后Q2用了三分之一的一个资源 然后第三个case说的是一个 就是细利度的一个资源管理 就是前面这两个case 它解决了一个配格的问题 一个弹性的问题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场景没有帮人解决 就是说它怎么样按照不同的资源维度 进行一个抢战跟回收 比如说我这个不同的业务 它需要使用那个不同型号的GPU 然后不同型号的GPU 它的配格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希望A100的配格是20 然后那个V100的配格是50 那此时如果说根据权重来划分的话 其实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然后Wakando的话它就在这个 首先在DP这层它支持了上报不同型号的GPU 因为原生的DP相当于是不支持上报不同型号的 它上报的可能就是MV.NET COM 然后GPU 然后Wakando的话它就支持上报 就是节点上 它会读取节点上一个GPU卡的型号 然后上报一个不同类型的GPU 这样的话你POD就能选择 这个不同型号的GPU进行一个使用 然后分配的时候 它就会看这个集群内的资源是不是充足的 如果说是充足的话 那就直接分配 那如果说资源不足的话 就触发一个抢战回收 而且它这个抢战的话 是按照我不同资源的维度 进行一个抢战的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例子里面 它Q2配置了一个A100的配合是80 然后那个V100的配合是50 那抢的时候相当于就是说 它会回收80张A100 然后同时回收50张V100 然后最后一个Case是一个对列的资源保障 就是刚才Case3提到了一个 就是资源抢战回收的问题 但是其实有些情况下 我们对列其实有些资源 其实不希望被借出的 这样的话 假如我对列提交了一个高优的作业 那相当于我这部分作业 就能直接分辨到资源 而不是通过一个抢战回收的方式 来获得我的资源 所以说我开头也提供了一个 对列预留的这么一个字段 这个就相当于说我 假如说我这个配合是10 就代表说我这10张卡 别人就用不了 我也不支持一个介入介出 这样的话就是说 我就不需要通过回收的方式 来获得进行的一个资源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给对列提供了很多 就是灵活的一个使用方式 然后这个是我们以后的一些规划 因为其实这个大幕型场景 还是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一个就是网络拖布感知这个 目前的话也在社区里面进行讨论 然后提了一个初步的设计方案 还有就是说我们也将会支持那个层级的对列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这么多 然后感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什么我的吗 对关于你的slides 最后 这个吗 对这个颜色调度 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 不可以用抢战来解决吗 就是说你比方说你说是那个 因为它一点点release资源 然后那个小的任务就掉上去了 那高级的任务 大的任务出来之后 不能把它提掉吗 就是特别是当更多的resource 被release之后 也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我们在内部 其实也它对优先级或抢战的使用 它有点复杂 就是我们有些低优先级的任务 就是我们特定的优先级可以被抢 但是其他优先级可能不能被抢了 所以就是比如我们有0123 那么3可以被抢 2不能被抢 但是2的那个小资源 就会把1的这个大资源的任务给阻塞掉 就是在这种场景下 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高级的任务抢战 低级的任务不是永远都 对对对 不是对所有的都生效的 OKOK明白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对对 哦 我把你名字搞错了 第二个问题是对陈旭珍的 就是说 那个cluster quota和q quota 这两个之间是什么 能把它的意义都讲得更清楚一些吗 就是cluster quota和q quota之间是什么关系 cluster quota它其实就是集群内所有的资源的一个汇总 就是我直接加起来算 哦就是你集群里面所有的资源 所有的资源 那这个是人输进去的是吗 对这一般是对列管理员设置的 OK 谢谢 喂 你好 就是想问一下说你们后面那个层级对列里面支持 负节点或者说跟节点的那个对列直接下发任务 首先我们这个层级对列的还在开发 然后他正在这个征求意见的阶段 所以说我们可以继续去社区里来讨论 那么您刚才说的这个 我们目前的设定是只能往叶子节点去下发任务 负节点是不支持下发任务的 嗯 就是这个特性你们有没有去跟那种 Cordinator他们去交流过 因为Cordinator的最新版本其实也支持了说 负节点去下发任务 我们没有与他沟通过 但是我们与国内一些其他的厂商 比如百度什么的 我们有沟通过他们的方案 好 那我没问题 你好 就是后面那个有一个那个对列资源预留那一块 就是有一个下面那个spec下面是guarantee 它这个guarantee跟k8当中的那个 QoS class的guarantee它是一个意思吗 就是说它那个比如说 也要guarantee就是保障的意思 它不是那个QoS的概念 行 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说我这边CPU资源预留给50 它其实也不是说我这CPU的事实上 它其实还是会就是在比如说在numa上它是会飘移的是吧 对这个相当于要看你提交的任务 它相当于这个地方不看你的任务 你任务提交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反正就能用这么多用50 也就是它其实还是一个资源的一个上限的一个保障 做的那个设置嘛 比如说我一个queen里面 它会有不同的一些那个任务 但是这些任务它的一个优先级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我们怎么去保证我 我A这个任务是先去运行的 或者是我重点保证这个A这个任务去运行 就是这种 就是从pods层面 就是从任务层面能不能设置这种保证资源的这种方式 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队列的话 它可以 这个队列相当于一个通用的 就是你不同作业都可以提交这个队列对吧 然后你不同的这个作业 它是区分优先级的 那我们在调度的时候 相当于就是说会优先调那些高优的一个任务 这样的话 你优先级比较高的话 相当于你就先使用这份资源 就是通过优先级去保证它的那种 它那个是在调度的时候发生的 OK 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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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